无尽的黑暗不知持续了多久 威尔苏醒过来 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 周围是身着西服的男人们 其中还有穿着防护服的科研人员 威尔从床上走下来 向着一名科研人员走了过去 途中顺手拿起一把医用刀具 来到科研人员身后 出气不意握着刀具划破了科研人员的脖子 科研人员猝不及防 脖子被划出一道伤口 触目惊心的血液从伤口喷涌而出 将科研人员胸部的白色防护依染的血红斑驳 在场众人目睹威尔行凶 皆是吓得面色大变 无人敢上前捉拿威尔 莱尔苏醒过来 他见威尔直挺挺坐在床边 立即猜到威尔的意识又脱离了身体 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搂住威尔 以防威尔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威尔身体情况非常糟糕 大部分时间陷入到昏迷中 诺密一行人发誓与威尔共存亡 众人属于一个团队 不能扔下任何一个队友 如今威尔有难 众人发誓绝不会抛弃威尔 莱尔与阔别多日的父亲在河边见面 莱尔父亲爱好音乐 弹得一首好吉他 莱尔入座之后跟父亲闲聊了几句 开口向父亲索要渴望已久的食品 莱尔父亲警惕地扭头看了看身后 以防被他人偷窥 确定了身后无人偷窥 莱尔父亲才拎起 放在脚边的一个长鼓鼓的白色布袋 放在桌上打开口袋 拿出一瓶塑料罐 展示给女儿莱尔看 诺米与基恩带着威尔的意识探访萨拉母亲 威尔的意识跟空气一样 普通人看不到威尔的意识存在 诺米与基恩敲响了萨拉家的房门 萨拉母亲打开房门 热情地迎接诺米与基恩进入 威尔坐在诺米身边 萨拉母亲看不到威尔 诺米为萨拉母亲和威尔传话 威尔说什么 诺米就一字不漏转述给萨拉母亲 萨拉已经不在人世了 一张相片 证实萨拉母亲认识马西森教授 萨拉母亲不知道马西森教授的人体 但他主观感觉马西森是个好人 马西森对萨拉重点关照 平时总是单独找萨拉谈话 威尔肯定马西森杀害了萨拉 但他要求诺米不能把真相告诉给萨拉母亲 他打算等收集到了马西森及其党羽的犯罪证据 再将真相告诉给萨拉母亲 现在若直接告诉萨拉母亲真相 显然不合时宜 威尔在昏睡中再次灵魂离体 他的灵魂前往吉哈斯的办公室 看到了吉哈斯正在跟老板谈话 老板面前的桌上摆着一条模型狗 以及吉哈斯跟家人合影的相片 威尔一脸怒气盯住于老板谈话的吉哈斯 提醒吉哈斯做了坏事跑不掉了 吉哈斯看到了老板身边站着威尔 历时吓得大惊失色转身就走 老板见吉哈斯无缘无故掉头就走 一脸疑惑 连声呼喊了吉哈斯的名字两次 但吉哈斯充耳不闻 一脸慌张扔下老板逃之夭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